好,那我們就上課 那我已經把今天上課的內容貼到這個社團影片 所以你可以一邊看 那這裡 OK,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來看的是 我們上禮拜已經寫了一個web社群 那也會列出所有檔案 你也可以點 點了之後呢 每一個檔案都能正確顯示 那也有 也有HDL正確顯示的 甚至連程式碼 然後也有影像也可以正確顯示 那這部分就 又回到我們起初 開始之後不是用C-sharp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我們寫了一個web server出來 那只是那時候的web server版本 是用C-sharp寫 現在的web server版本變成用node寫 那你可以感覺到node寫 好像會稍微短一點 C-sharp寫可能會長一點 因為它必須要去處理那個 thread之類的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真正的node的用途 到這裡為止 其實感覺不出來說node 比C-sharp自己寫強多上 但真正用途是之後才開始的 像get post hook key 這些處理 當你在處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如果我用C-sharp來寫 我會覺得非常負責 當然如果你是把C-sharp 放在ASD.net裡面 就不會很困難 那node有點就是這種角色 就是它是有點像我們 ASD.net這種東西 但是它的設計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我們要來看幾個組合 第一的是get 還記得get是什麼嗎 post get和post怎麼區分 這一個問題一定要會 期貨考應該會考 不考這個的話就很奇怪 get和post怎麼區分 稍微看一下 大家有分一下 我們在寫 c-sharp的webserver的時候 有處理到對不對 get放在哪裡 get的那個參數放在哪裡 host的參數又放在哪裡 這個有偷偷調整 一個有加密 一個有加密不是喔 有加密的是HTTPS 有加S的那個才是有加密 像這個就是有加密 HTTPS 這個有加SSN 這才是有加密 但是get和post 跟這個HTTPS無關 那到底兩個差在哪裡 這一點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稍微往回走 我們稍微往回走 可能要走很遠 走多遠呢 走回地下門那一段 這邊 可能真的要走回這裡 這邊 HTTPS 層次設計 server 這邊 好 完整的webserver OK HTTPS協定簡介這裡 這裡 好 然後呢 他說get 等一下 OK 這是get 好 那所以我們就寫了一個server 對不對 那這裡我沒有說啦 OK 這是最簡單版 以socket的方式 一直讀 但是他無法處理有post的情況 那什麼叫post呢 OK 是HTTPS為了傳遞 較大量的填表 資料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格式 那這邊是post 這邊 剛剛是get 現在是host 對 至少這個字有差 這個字是第一個差別 一個是get 一個是host 那 除了這個字有差以外呢 get 的話 他只有這 全部的資訊都會放在這裡 這一段裡面可能會很長 但是他全部的資訊都會放在這裡 一行搞定 而且中間的碼都是有編過的 那host呢 資訊不放在這裡 host的資訊放在哪裡 host的資訊放在這裡 他說 content range 也有6 這時候呢 這個content range 就是645 所以他可以放得比較長 因為你這個content range 可以很大 那後面呢 就可以一直放下去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表情 影響到表頭有什麼不好呢 第一個影響到表頭 它會顯示在這個網址頁 那你就會看到後面塞了一大堆 所以 那如果裡面有密碼 它會被看到 所以 放在表頭有一些缺陷 第一個長度不能太長 第二個 會被看到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有post訊息的原因 那預期post 通常可以傳比較長的東西 我這個例子比較短 那預期post 有時候會傳到 幾K 幾十K 那這是 很常見的 所以 get和post的差別 現在清楚了吧 好 那清楚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看 在get的處理 和post的處理 在node裡面 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一個可能比較長 那可能會分好幾次 一個是一次取得表頭就搞定 那第二個 cookie和session的處理 這個 這個 就 怎麼講 各位知道什麼是cookie嗎 cookie 暫存 什麼東西的暫存 什麼東西的暫存 網頁上面的暫存 存什麼東西呢 一些看過的網頁 都可以 看過的網頁其實是cash 不是cookie 那 看過的網頁其實是快取 快取在系統的硬碟之類裡面 那個部分我們不會稱它為cookie cookie cookie是一個專用名詞 但是cookie如果當普通名詞的話 是小餅乾 所以如果你拿去大賣場來的餅乾盒 大家會看到這個是cookie cookie 哇 大賣場的那個餅乾都叫cookie 那 但是在網路 web的嘗試設計裡面的cookie 指的是 在瀏覽器裡面 我通知瀏覽器說 你要把某個資訊存起來 ok 我回傳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回傳一個cookie的欄位 然後請瀏覽器就把那個cookie欄位存起來 但是呢 瀏覽器不一定要存 因為瀏覽器可以關掉cookie這個選項 一旦瀏覽器關掉了cookie選項之後呢 就是沒有辦法 對方server沒有辦法要求你要存 存東西在你的瀏覽器裡面 那這時候往往會造成某些問題 所以瀏覽器的安全性等級有沒有 還有那些選項 有時候你勾 你勾了 然後結果你說 誒 瀏覽器不能運作 在某個網站 那個往往都是cookie的問題 因為你把那個勾掉的話 那他就不讓你 不讓你去儲存 那server如果要求這樣要求你不儲存的話 那可能那個網站就不會正常不準 那這邊呢 我看一下cookie的東西在哪裡 cookie的東西在這設定裡面應該有 那我們進階吧 看一下 看一下 應該在哪裡 應該是 他有清楚的位置 清楚的位置 我還真的 我記得他在哪裡 他有設定嗎 可以試去 有啊 cookie 允許網站儲存本機資料建議 OK 所以 如果你這個呢 把他 禁止 有時候你的 看的網站就沒辦法整張運作 那 處於運網 他其實 不是 主要不是存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他其實通常不會要求你存 因為這樣子會容易造成洩密的問題 所以帳號密碼最好是盡量不要讓他存在pookie裡面 但是他存的是說你是否移境登陸 在游覽器裡面會有就是web的架構裡面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是 還記得嗎 我們是一個請求網址過去 然後呢 發生什麼事 他把網頁傳回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下次又一個請求來他知道你是誰嗎 不知道 那 如果你今天是寫像那個 Gmail 對不對 或者是那樣的程式 就是 我登錄 必須要登錄的 登錄之後他會記住你 然後你用公務車啊或幹嘛的 那些 都可以 持續的做 可是問題是 既然你一個請求過去 他已經不記得你了 下次 一個請求再來 他認為你是一個全新的人 那他怎麼樣只能夠知道說 OK你現在正在購物 那你這個網頁跟下一個網頁是我們關係的 我不能夠把你視為一個新的人 這就是cookie的作用 這時候就需要請他說 OK那 瀏覽器你存一個資訊 這個資訊就是cookie 然後呢 當你登錄完畢之後 我就 把cookie的登錄完畢 就lock 這樣的一個 一個變數呢 設定成true 那就代表說你登錄了 那username呢 是誰 登錄了 這密碼其實不用記 你只要 知道說他已經登錄了 而且username是誰 就好 那接下來你再 下次他再 再繼續 購物車他再放入另外一個項目的時候 你就把它加到購物車裡面 那cookie購物車本身的資訊 你可以放在cookie裡面 這樣大概了解他的效用 所以這個東西在很多網站 但特別是有登錄的網站 其實cookie通常 是不太能關掉 當然也有一些網站可以做到 讓你關掉 他還可以正常你做 那時候他們有一些用另外的叫 session的機制 那有些session機制 會是用cookie做的 那有些session機制 他會刻意的去想辦法 在你cookie關掉的時候 他還可以正確一種 但是他又是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現在應該各位比較清楚cookie的作用 那我們就 就繼續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到的 cookie 那另外我們最後要做兩件事 應該是一件事 就是說 做一個網路計势 我在網路上面 然後呢 我輸入一些東西 然後我按存檔 那有檔名 按那個 按那個 然後你按下存檔 然後他就把它存到 你server端的一個檔案裡面 光是這個動作 其實後續你要做的很多事情 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這一門課大概到這裡 算是一個完整的段落 但是後面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說資料庫 non-simple的東西 那樣板引擎 有一些重要的套件 有一些重要的套件 那 怎麼樣子做 更進階的 那些這門課就 沒有機會講 所以我們 這學期大概就到了 網路計势本結束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gate 那這個檔案我們叫做 http-gate 那我們就把它先存起來 那我們就把它先存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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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我們已經存起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OK,這個get的程式呢 基本上它一樣用HTTP ReactServer去建立 但是它又引用幾個重要的函事故 一個是query string 一個是url 好,這幾個 那,OK 那其實這一個函數可以不用 我們當初寫的時候 多了一點囉嗦的東西 這個函數根本不屑 好,這樣子可能比較完整一點 比較短一點 只能把程式搞得太負責 那請注意我這裡的quote 我是設8080 因為避免送到 那如果你想要 不用輸入quote 就改成80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這個拿來自行一下 OK 好,那我們就quote 好,那它現在只行在 Loco的8080裡面 所以呢,我們就要去打開 Loco的8080 好,這時候要輸入quote 好,這時候要輸入quote 如果是8080的話 不用輸入 但是如果是8080是要輸入quote ok 那這裡我們稍等 因為還有一個小問題 res.write command 原來是這樣 我才會加入commit 好吧 好,那先回覆 好 那 那 裡面才有輸入 我以為只有這裡不用到 好 那 既然裡面有用到 這樣 好,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這裡什麼都沒輸入 網址什麼都沒輸入 所以pass name 就只有寫線 pass 也是 hriem 都是寫線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今天 在網址後面 加點東西 好的 好 好 謝謝 請 好,当我在网址后面 就是这个路径上面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是 OK 它输出的PACE 已经有点改变 PACE是什么呢? 变成 这么大一串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PACE输出了什么? 稍微看一下 OK,它在这里 它是回应的时候 我们输出说 S等于什么? 那我就用PACE&J的意思是 整个物件都要展开印出来 所以展开印出来 所以这个S等于什么 PARAMETER等于什么 它都会展开印出来 那这个PACE呢 我们是利用ur.pass 这个函数去取的 ur.pass 它会去取的这个request request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表头 里面的那个 get 什么东西? httc.0 中间的那个spot 各位可能没影响 看一下 它会去取的这个东西 是用get到htt.0 中间的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可能很长的 而且可能有编码过 所以当我 用ur.pass 取得pass 之后 然后呢 我再用paste 去复习这一个 这个输入的参数 参数的部分 那就可以取得 remit的参数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回应在 画面上的说 OK 第一个 paste 等于 search 然后呢 这里 问号 user等于 ccc basswall等于 这个 这是什么? user等于ccc basswall等于 1234567 问题 OK 所以 他得到的 第1个参数 是这里 就是问号这边 那再来的话呢 他的query 的栏位 query的栏位 就一样是这个 sname 就是 入境加名称的栏位 是这一段 sname 入境加名称的栏位 是这一段 然后s s 的栏位呢 是全部 诊断后面的全部 就是paste 栏位 href 栏位呢 也是 诊断后面的全部 OK 那有点重复的 但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之下 它是会有点不同的 但是 因为 因为 在这个情况 里面大家都是 很多栏位都是 同样的 好 那第2个 我们 我们用 qs qpast 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 user这个栏位 是ccc 有没有 这里 user栏位是ccc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 plameter 这一个 这一个物件里面 再去取出user 他就会得到ccc 取出testwall 他就会得到 1234567 OK 所以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把参数 get的参数 剖析 剖析 然后呢 回传到画面上的动作 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怎么去取得 这些参数 取得了这些参数才可以做对应的动作 比如说做一个 网路变运词 先各位 先看一下这一个程式 稍微看一下 那 对 有一个 这里 有一个东西要解释 这个函数这样子写 各位可能看不太懂 udl.commit.apply 然后这个acumens acumens是 JavaScript上面呢 预设每个函数的参数 都叫acumens 那当我在这样apply的时候 他会 他会 怎么讲 把参数呢 转进来之后 把它 自算化 自算化 所以 当你 出出 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他会把 paste参数转进来 然后把整个 做自算化的动作 做自算化的动作 他就会把 把你的 内容塞进这个percent 这个栏位 那这个是补充说明的一点 OK 那各位请试一下 这一个程式 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posed 比较一下 时间的差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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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